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宝深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12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首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近年来有关中国道德滑坡的讨论不时以种种方式浮现 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国社会是否以及为何陷入道德危机 中国从政府到民间要重建道德出路何在 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程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我们的电视观众 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 你只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 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 欢迎使用 我们先来谈一谈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与成因 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中国人的道德形象并没有相应改善 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有所下滑 从世界各地传出的有关中国游客的负面消息 到国内媒体类似小月月事件的报道 从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关系学和潜规则 再到泛滥成灾的伪劣产品 学术造假和官员贪腐 很多人在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国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 为何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道德水准没有相应提高 中国社会今天的道德困局 有哪些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原因 在讨论以前 我来先给大家讲一个圣诞节的笑话 这个圣诞老人驾着雪翘 从北极到中国路途当中 因为雾霾太大雪翘翻车了 圣诞老人一下子滚到了雪沟里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去扶他 所以他还在雪沟里趴着 然后呢他带着所有的礼品 被路人哄抢一空 迷路被城管没收了 雪翘由于没有牌照 也被交通部门给没收了 想想这个笑话实际上 它有两层意思 一个就是社会风气 因为没有人去搀扶圣诞老人 大家一下子把所有的礼品都抢走了 这是一种民众的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行为 城管交通部门等等 都是政府的行为 这个笑话之所以 现在正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 因为它从两个方面 说明中国现在的所谓 适风日下的这种现状 我首先请这个陈破空先生来谈一谈 你认为社会道德下滑 是人们印象当中的 由于现在新闻报道很多 特别是社会媒体的发展 这种笑话 这种情况传流的很快 还是现实存在的 的确大家看到这个现象 中国崛起了 中国人扩起来了 中国人越来越多的 涌向世界走出国门 但是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 确实非常的不佳 大家看到就中国人 不仅在国内航班上打架 也可以在国际航班上打架 不仅可以在杭州西湖炮脚 甚至到巴黎的罗浮宫水池炮脚 不仅在成都武侯池 那个文物上克制 还到埃及的三千 连神庙上去克制 而中国人像刚才 这个主称所讲的一样 就是这个有人危难 没人管 老人服了 老人倒了不敢服 甚至于这个司机撞倒人 语气撞残不如撞死 这些都超越了 起码的道德底线 所以说我刚好 今年出版了两本书 应该说是一本书 那么香港版叫 《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这个台湾版叫 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我就总结了很多中国人 这些种种劣根性 和它的现象 总结起来 可以说中国人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说 中国人勤劳赐苦的公认 但是勤劳赐苦的背后 是这个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中国人都这个就是 看重关系 但是却冷血无情 明则保身 中国人都这个 应该说都贪生怕死 但是又这个 四强凌弱 七短怕硬 然后中国人都很那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生存力很强 但是却偷奸耍华 是无孔不入 而中国人都痴迷大一统 但是却热衷内斗 一盘散沙 中国人又是报名 又是顺民 他这个人格分裂如性 是处处表现 所以这些裂根性 它跟这个历史的传承 跟制度 都有深刻的交叉 这个当然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王亨先生 您的看法怎么样 现在中国社会的 这种道德水准 是不是有了明显的下降 在圣诞节讨论 中国的道德问题 这真是 当然很感慨 中国人类的道德 当然是文明的基础 政治 经济 法律 各个方面演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指标 或者是一个后果 那么中国目前的道德的状况 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叫做 李峰越坏 尽管孔夫子2000多年前就在感叹了 但是中国从先行一直到 平清 一代的这个王朝的变更 外族的入侵 但中国的这个基本的道德体系 基本上是保留下来了 尽管千疮百孔 那么到现在 可以用这个前汉的那个医用军进行取的 这个歌词 就是中国到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危险不是外敌入侵 也我看也不仅仅是经济滑坡 也不仅仅是社会腐败 也不仅仅是政治的专制 它综合起来 它是道德的崩溃 那么道德的崩溃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没有 很多王朝 很多帝国 很多时代 它最后终结 最后是以道德的崩溃 作为一个引导 顾炎武先生说过 明末了 有王国 王国就是异性改号 这个另外有王天下 他最担心的是王天下 王天下就是仁义充塞 率兽是仁 某种意义上面 顾炎武先生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 中国已经发生了 中国正在王天下 至于这个国 中共的红色政权 王明王那是他们的事情 肉质者谋之 而中国的王天下 就是道德的这种崩溃 那是每个人就是匹夫 每个人的责任非常的严峻 我想请问一下 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 杨鹏先生 在您看来 中国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准如何 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我觉得刚才这个 陈伯宫先生讲的一些 道德功德现象的问题 我觉得是存在的 但是他归因 也就是说他去 找这些道德缺陷的原因 他归到民族性 也就是中国人就在德行 这是我不太同意的 然后另外呢 王翰先生讲的这个 就是王天下 也就是说整个道德次序崩溃 然后呢 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倒想到可以同时回应他们两位 其实我觉得这个普遍的关注道德问题 普遍的大家觉得道德崩溃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刚才 王翰先生讲过一下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有一次大的道德关注 或者说道德的悲歌 这就是你崩越坏 其实中国朱姿百家 面对当时的 整个道德次序的崩溃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老子道德经就专门讲道德的 但是道德经解构了 当时的传统道德 那么否定了当时的传统道德 但儒家呢 孔子呢 是希望恢复周朝的道德 末子呢 是希望恢复商朝的道德 所以当时大家都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当一个时代处在 大规模的转型和变革时期 往往是 大家感到道德崩溃的时期 所以这个不仅仅发生在中国 那个英国的16世纪 大家知道莎士比亚的整个戏剧 其实都是围绕着道德展开的 而且他对当时的道德是非常的批判的 更不用说到了法国的巴尔扎克 他也是批判当时的法国的道德 当然还有马克思 大家知道在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 他批判当时的德国社会 他认为简直是一片混乱 那么我就说 这其实应该提醒我们 道德的悲鸣 整个社会的道德关注 其实正好是新旧次序的转型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不能归到民族性 也不能仅仅归到一个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大时代来看 你觉得这是 也就是说当时 莎士比亚抨击的英国 正好是日布洛帝国兴起的时候 对吧 然后当时的法国 巴尔扎克批判的法国 正是法国现代化转型 非常非常迅猛的时候 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这是新旧道德次序的冲突 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次序 但是并不能因此觉得绝望 因为我觉得要跟文革比起来 现在很多东西好多了 对私有产权的尊重是不是好多了 对言论的相对的宽容 是不是有进步了 对知识和创新的尊重 是不是也有进步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看到 旧的道德次序的崩溃 我们要看到新的道德元素的生成 好的 王康先生 刚才杨鹏教授他认为 中国现在道德上发生一些变化 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所引起的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现在我想来看一看 中国的官场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中国的政府的这些道德水准 那么如果大家要是对中国民众的道德水准 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中国政府官员目前贪污腐败 行贿受贿 滥用职权等等弊端 却有一致的看法 这是中国至少在中共建政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的官场会出现如此大的道德滑波 先简单说一下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当然写了很多的悲剧 但它是比较高度的欧格人类 像天使一样 为自然立法 他们对人的这种肯定和对人的赞扬 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 哪怕那些悲剧英雄们 都体现了人类的伟大的精神 而中国目前的礼崩乐幻 我们完全看不见 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高贵的悲剧性的人物 那些天使般的人类的这种化身 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的官场 保释先生的问答 这个从两方面来看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用他的巨大的这种个人的权力 长期的这种阴谋诡计 长期的政治运动 和这种血腥的党类的侵袭 他败坏了这个党 继而每一次政治运动又败坏了一批人 总的来说 整个败坏了整个国家 在政治上把中国人变成一个政治上的狂热的 然后又极其冷漠的这种人民 邓小平的改开放走到中版的另一版 就把中国变成了一种完全不知廉耻的 不知一切后果和代价的这种经济动物 为了一切向前看 这个我们都知道权力和金钱都可能败坏人心 如果不受制约的话 权力和金钱如果加起来 形成一个权力和金钱的联盟 就是今天的目前中国的现状 这个权钱联盟 它是双重的 甚至是道德的平方式的这种败坏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它是极其的危险 所以我说可以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么陈破空先生 你对现在中国官场这种政治腐败 道德低下 你认为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由于现在共产党官员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还是现在他们在经济生活当中有更大的决策权 对 刚才杨鹏先生对我的说法有个误会 认为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礼奔乐坏 道德崩坏了 是这个国民性 国民性肯定有 国民性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 中国的这个道德崩溃 道德底线失守 首先是制度问题 第二是官员的带头作用 第三才是国民性 所以这个制度问题是根本 这个封建专制制度它有一个特色 专制制度本身是不道德的 它是以少数人对国家进行垄断 那么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蒙骗和这个欺压 所造成的这个格局 说早在18世纪 法国的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鳩观察中国 他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这个专制制度 这种暴政的恐怖 让国民产生的是什么呢 是愚昧 是胆怯 是沮丧 他在这样一个制度下 他从皇帝到平民 都没有道德可言 都不道德 因为这个像忠诚 善良 勇敢 坚毅 这些品质 他认为只存在于共和政体 而在专制政体是应该不存在的 他总结中国人说是勤奋与狡诈的结合 他就像这个 后来这个 还有一个德国哲学家 同意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叫何尔德 他总结中国也很深刻 他中国这个专制制度 是什么呢 他就把国民 把孩童般般的顺从 强加给这个成年人 他一旦成年人被强加于一个 孩童般的顺从 那他就别无选择 他只能扬逢英伟 他所以说中国人表现的 就是既幼稚 但又狡诈 既软弱 但又狠毒 既谨小甚微 但是又贪婪自私 说这个制度在过去是这样 今天依然如此 今天的这个制度的统治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让人不能说真话 只能说假话 那么这个官员为什么更坏 因为这是一个坏人当道的社会 那么坏人当道的话 官员手上有权利 他可以十倍的百倍的干坏事 就凭借他的权利就行了 所以这个中国官场 坏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不说别的 那可以数千般百般 我们只说三件事 就是腐败淫乱和这个假话连篇 腐败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知道在反腐 在打老虎 这是没完没了的反腐 用人质的方法永远反不尽的 那反了几千年了 现在还在反 那么这个反腐 后来到了最后 就形成了一个段子 我们也讲一个段子 就是有人给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建言 看到这个反腐反不尽 老虎打不完 就干脆启用太监制 恢复太监制 用太监的当官 所以至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可以没有性丑闻 第二可以杜绝世袭制 第三可以减少当官人的数量 所以王岐山书记就感慨说 看来这个腐败是很难跟处 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动刀 就只能从人的身体上去动刀了 说腐败到这个程度 这是网民的总结 那么淫乱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网民也有很多总结 中国的淫乱 我们不用说了 去观察什么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军有副主席 共用一个情妇 又什么广东的两个市委书记 共用一个情妇 或者政治局常委 跟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女演员 多个女演员 这个车证或者淫乱 就说是这个女官员的提拔 那种潜规则 这些女官员往往会是某个官员的情妇 人家说只要你能躺下去 你就能站起来 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 那个浙江杭州有个贪官叫上国胜 他就总结过 他说男人要升官要提前进步 女人要升官要日后提拔 这个提前进步的钱是金钱的钱 所以这个淫乱达到了就是说 金平梅甚至超越金平梅的程度 回到北宋年间 甚至超越北宋年间 一千个一万倍的超越北宋年间 这种淫乱 再一个假话连篇 中共高层不用说他的宣传机器 不用说他的整个报纸电台 这些都垄断 最重要是官员开口出口都是假话 你比如说薄熙来说的是 这个青年是一种幸福 做清官是大智慧 结果他是徐民 商人徐民是他的钱袋子 那么这个徐才厚 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 结果他贪污的钱要拿来蹭 来冲 那个现金要拿来蹭 几尊重 那个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说过一句话 我们对腐败是零容忍 结果他最腐败最黑 是十大黑的人物之首 还有一个叫做令计划政协副主席 说过一句话 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结果他调用中央警卫局 去为他的儿子的丑闻遮丑 说这些假话的上行下效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国早就有这些成语 总结下来就是对民间的恶劣的影响 现在你看北京人 北京人说话见面 他说一句话真的还是假的 中国人互相之间充满了怀疑 互相不信任 说归结为三句话 说中国社会是什么呢 说你看报纸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日期是真的 你看电视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 你到市场上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骗子是真的 杨鹏教授我想请你谈另外一个现象 那就是中国现在商场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经济这种巨大的发展 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 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与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造假的活动 有假酒假药甚至有毒奶粉 有毒食品等等 你认为现在中国的这种经济界或者说商场 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风气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风气的影响的结果 在牟利和社会良心之间 他们应该遵从哪一种 好 其实刚才陈国空先生讲了很多这种道德现象 我觉得这种如果归绝对了 就好像如果真是完全这样的话 那中国社会早崩溃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还是强调即便讲到商业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国的商业的整个运转 如果放在中国的道德史的演变中来看 我还真的觉得从商业的污里之中会长出非常非常好的未来道德 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当今天我们看到商业上的假冒伪劣的产品 食品安全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看到由于商业带来的逐渐的中国人对私有产权的开始重视 然后对契约开始的重视 然后对人和人的契约关系和平等的谈判 然后开始的重视 然后那个商业的这些伦理在开始兴起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的 我们看到这个物理着水在泛起 同时我们要看到物理着水中也有梁花在兴起 所以我是觉得我是比较从这个层面来说 我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看到历史在重演 那么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 德国兴起的时候 法国兴起的时候 当时的思想家和作家们都对当时金钱 对整个世界的冲击 然后呢不讲规则 整个道德的崩溃 然后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丧心 可能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莎士比亚在那个雅典的太门里面 专门讲的金子金子 金子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的变成尊贵的 那个懦夫变成勇士 然后呢这个寡妇变成新郎 他觉得那个金子已经把整个社会完全扭去了 完全扭去了 但是呢 他确实没有看到 我说莎士比亚先生他没有看到 就是从这个过程中 他所诞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诞生出了国富论 最后国家富强繁荣发展 诞生出了道德情操论 这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他更没有看到后来再出现独立宣言 美国宪法 他没有看到最后新教 对吧 就是说新教伦理和资本的发展 它能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讲这个 就是当我们在开始从商业的角度 从市场的角度 看到这个社会金钱摧毁一切的时候 我们为道德次序的崩溃在伤心 但是呢 这是一个过程 好的 这个过程背后 有新的思觉 好 陈破空先生 请你来回应一下 刚才杨鹏教授谈到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对私有权的尊重 对契约的尊重 平等谈判 以及新的商业的伦理正在形成 您是不是同意 这个我认为情况 恰好跟杨鹏先生说的相反 中国的道德崩盘 绝不是因为经济发展 绝不是因为什么经济腾飞所造成的 不是什么GDP崇拜所造成的 中国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的规律造成的 如果中国今天真正是市场经济 完整的市场经济 像西方像四小龙那样 不会这么道德崩盘 如果是真正的公平竞争 不会这样 恰恰因为它是一个半拉子的市场经济 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 是权力垄断经济 是权墙交易官商勾结 所以官员贫瘠手中的权力 垄断资源 进行这个所谓的财富分配 最后我们看到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什么 就是一个金字塔 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富起来了 那么接近于金字塔的人 就是忠诚的人 这个比较富起来了 那么广大的民众 在金字塔的下层 那是陷于相对的贫困 还有的民众 在金字塔的底层 被压在底层 那是陷于绝对的贫困 说这种马克思说过一句话 说资本主义来到人间 从头到尾 低着肮脏的血 这个话是符合原始资本主义 那么在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 为了这个有剥削 有这个压榨 甚于价值等等 可以说很丑陋 但是他们还有底线 那底线恰恰就是宗教的约束 宗教信仰 宗教群怀 还有有教堂在活动 还有教堂的钟声在敲响美洲 还有人奔赴教堂 所以那样的社会下 人们还知道 不愿意下地狱 要进天堂 但是中国这个政府 在这个所谓发展经济的同时 它是扼杀宗教自由 不让宗教自由发展 所以这个整个道德 就是没有出路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互相 这个不公平的竞争和压榨 另一方面来说 在这个道德上没有出路 很多人寻找出路 却被封杀 甚至投入大牢 在这样的情况 加倍的是道德的沦丧 所以中国今天的发展 到这么一个程度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 再强调什么就没有什么 比如中国最强调集体主义 但是中国人恰恰是 最没有集体主义 他完全不顾他人和环境 这个恣意妄为 那么中国最强调秩序 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秩序 争先恐后你推我挤 中国最强调稳定 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稳定 首先的是情绪不稳定 心浮气躁 所以现在有个段子 就描述中国人的千字百态是什么 中国人的千字百态是说 现在的教授 到处摇春鼓舍 这个站立奖台赚钱 就越来越像这个商人 所以商人的著书力赚 而且这个头头是道 就越来越像教授 所以这个医生 这个草菅人民 这个不过 这个草菅人民 这个冷血无情 越来越像这个杀手 而杀手是这个出手 玛丽不留后 痕迹越来越像医生 所以这个明星呢 是这个 这个花子招展 见钱就上 越来越像纪律 而纪律呢 是明码标价 楚楚动人 越来越像那个明星 还有的就是说警察 称王称霸 这个七行霸市 越来越像地皮 而地皮敢做敢当 那个各霸一方 越来越像警察 所以整个社会 都是在错位 这个人的角色 人的形象 整个错位 这恰恰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独裁的政治制度 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以及对宗教 这个信仰热杀 整个综合因素造成的 真正的责任和根子 还是在上层 好 王根先生 刚才陈破空先生 引出了宗教这个话题 我相信您到了美国以后 对美国社会 有很多的 更多的了解 在美国社会 谈到道德 或者说美国人所说的 这种价值观 家庭观 很大程度上 是由民间 来自己来约束 来形成的 在一个人 成长的过程中 他的家庭 他所接触 各种各样的公民组织 以及宗教机构 对他的世界观 对他的道德观 起到了很大的 促进的作用 在中国 你认为 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公民 他目前的社会道德观 是如何形成的 是古典上的 这种道德 儒家 墨家 道家等等 还是一些其他的因素 宗教目前在中国社会的 道德形成方面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是被称为 是礼仪之邦 传统的 中国人没有这么不堪 这个赫尔德也好 孟德斯丘也好 这些法国十八世纪的 德国的启蒙运动 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看法 是代表一方面 同样对中国的称颂被制的 比如福尔泰 比如莱布尼斯 比如奎赖 他们对中国的评价非常高 尤其是福尔泰的 这个其实都是中国 这个民族 中华民族 中国的历史传统的 其中应有之一 都有魔鬼的成分 也都有天使这些表现 根本不奇怪 世界各个民族都如此 说到宗教 这是中国的短处 中国是从来强调是道德 某种意义上面 历史和道德就是中国的宗教 或者替代了一部分宗教的功能 或者说是西方的 尤其是基督教 他也安排了 或者他奠定了西方的 这个伦理道德的 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我觉得中国的 现在的礼崩乐坏 道德的崩溃和危机 完全是历史阶段 和政治制度的产物 跟中国传统的 好也好 逮也好 有关系 关系不大 我们不要去 更多的去后者古人 古人没法替自己辩护 那么现在的这个礼崩乐坏 严格说起来 就是1949年以来的 整个的文化 道德 伦理 精神 完全地对中国采取虚无主义 完全地采取对西方的 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 和俄国的 有一千多年 这个专制传统的 俄国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列宁斯大林主义的 这种信奉 现在还写在中国的国家的 这个宪法的序言里面 这种高度的意识形态的 这种转换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 它的历史向现代化的 一个转型的情况 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种 一个历史现象 它产生了特殊的 这个后果 那么最大的后果就是 中国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 有春秋战国时代 有汉唐宋以来的 这个辉煌文明的 一个国家 它后来在49年之后 按照马克思东的话 马克思东在1949年 6月30号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找到了一种宇宙的真理 放逐四孩而皆准的 普遍真理 那就是马克思列宁的主义 这话说得非常地确凿 而且整个四十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把整个 中国的所有的制度建设 包括意识形态 文化修养 精神 道德 私人生活 全部是按照这种 普遍真理在推行 至于推行的 质量高不高 比如毛泽东懂不懂 马克思主义是虐会的事情 他完全跟中国的传统文化 真是做到一刀两断 这点上 中国共产党被历代的 同志集团要彻底的多 或者说要坚决的多 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中国现在礼崩乐坏 它完全是个制度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不仅是跟中国传统的 尤其儒家 道家 墨家的 也好的 没有不负这个责任 而且它是对中国传统的 伦理道德的 极大的一种不敬和背叛的结果 下面我想请杨鹏教授 对另外一个社会现象 谈一谈你的观察 那就是中国的多少 二十多年来 近三十年来实行的 独生子女政策 他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有很多人评价他们是比较自私 因为从家长到祖父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等等 对孩子都是非常的溺爱 非常的关注 这些孩子成长长大以后 会变得比较自私 对社会缺少一种承担感 你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是在这种 可以说是在市场 基本上半个市场经济 环境当中成长的 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我 比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观 有哪些不同 好 这个 我先回应一下 这个王康先生 完了我再回答您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 刚才王康先生讲了一个 主要是49年以后的 这个道德问题 他认为这个中国 古代几千年 他有他基本的一些 道德传统和底线 其实我觉得 这个其实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 他都有他相应匹配的主流道德 就是说几千年 这个中国的这个君主集权的 这个官本位制度 他忠孝结义 就是他的主流道德 我们说那个时候有道德 指的是什么 他有忠孝结义 或者说曹廷在宋阳 忠孝结义 忠于君王 曹廷建功立业 孝敬父母光宗耀祖 一诺千金对朋友讲义气 所以这个 我觉得 现在有这么一个背景 如果说我们说 那个时候的道德好 如果讲的这样的道德 可能现代的人是未必接受的 那么其实毛时代呢 大家知道毛时代是非常强调道德的 对吧 但他那个道德呢 是他强调了中国的宗教结义里面的宗 那个时候是全民大跳宗字我 大义灭清 他用宗来代替了孝 弱化这个孝道 那么同时呢 那时候特别讲党性原则 对吧 用党性原则来取代 中国的讲义气 就是这么一个义的原则 所以我觉得 大的问题还是说 不能说这个 他每个时代 每个时代的一些道德取向 他一旦成熟了 稳定了 他就会固化出一些 比较主流的道德原则 今天的问题是 传统社会的宗教结义 终结 这个并不是说是 好像道德滑坡 道德崩溃 但是大家不要这个东西 毛时代时候的 对领袖的忠诚 对党性原则的这种坚持 他强调的这种道德原则 在今天也不是民间的道德了 也不是社会的道德了 那么所以我是觉得呢 现在的问题是说 旧世界的道德终结了 毛时代的这个道德呢 也四威了 那么围绕着新的市场交易 和市场次序的新道德 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他就处在这么一个 很混乱的状态中 我觉得这个 还是得把这个东西呢 放到历史背景再来说 好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 讲到这个 这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代 就是独生子女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的政策 已经改变了 但是他已经留下了 一代独生子女 那么这一代独生子女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独生 而是他处在什么时代 他确实处在 刚才我说的这个 旧次序崩溃 新次序正在兴起的一个时代 所以这一代人 是市委会非常混乱的一代 那么在这个背景中 我来回应刚才 陈破空先生讲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宗教是肯定会兴起的 就是说 不管宗教受到多大的打压 它是一定要兴起的 就是说 因为传统的社会 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社会 道德是由政治权力在统设的 那个时候是说 天命转移 有德者得天下 所以天命是根据德来转移的 上天决定政权的安危 所以这个德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哲学 一个政权含德量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今天他不可能再用 以政权为中心 以政治为中心来建立德 那么在西方世界 大家能知道这个宗教这个是 道德塑造的很核心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的孩子 在这么一个动荡年代 他们的灵魂承受不了这种混乱的时候 他们会出现对宗教的渴求 这个也是今天中国的宗教 发展非常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 中国社会是不是需要道德重建呢 等一会儿是我们下一个讨论的话题 现在关于中国社会现状 以及成因的讨论 就讨论到这里 等一会儿我们要讨论 重建道德 中国的社会出路在哪里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